今天挺开心的 下午一点有个客户 也到公司来跟我聊聊 图纸什么也没有 可能前期先聊一些 装修一些避坑的东西吧 等得蛮着急的 准备一下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的资料 放在包里面 今天呢客户下午到了 聊了一下午 聊关于装修方面的 客户也给了很多的一些 要求 包括施工工艺 最近不知道 老是喜欢听这个人生的道场 无限的单曲的在循环 图纸就对着这个图纸 我不知道一个独立的设计师 其实就当小图纸 八十个平方的 他收费已经能收到一万 这是业主的爸爸 给他整理的施工方案要求 现在的人啥得懂 要求写的明细很多 怕装修踩坑 装修遇到问题 我觉得也挺好的 如果一个装修队能够对着这些东西 能够给业主去讲清楚 说明他也是很专业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谈得成 希望最终的图纸能出来 最终的报价能出来 好好的聊聊 有彼此的信任建立嘛 才能更好地往下去施工 谈一个合适的价格 昨天也搞了个图纸 在CED上给他汇出来 刚刚花了半个小时给他汇好了 不太熟啊 这样的后续的面积啊 什么东西啊 都比较清楚 现在做装修真的很 前期要投入很多的精力 特别方案的确认 接下来等业主和他勾红 下午在公司和业主谈方案的时候 突然以前三年前 业主要来视频了 说餐厅上面那么漏水 是不是我水管爆掉了 搞到一下午之后人有没有心情 那刚刚呢又来了微信 刚刚又来问人 是不是楼上啥水 这搞装修搞得人的一斤一炸的 这是小型脑有时候真的受不了 我特别怕他们漏水 出去运动一下 换个篮球鞋 到公司附近有一个叫黑白篮球馆 去运动一下 还是很帅气 天空 我靠 这什么天空 就这样吧 继续玩 到这里呢就清空气息更重 每天人活着就慢着压抑 这是一股粥气 一定有耳机型